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年前啊 用极其卑鄙的手腕 逼走了陆总的初恋情人 他同父一母的妹妹 严是家族正牌大小姐 严知情 我去啊 平时看他一副高冷的样子 居然是这种人 没错 你只是没必要意 别想 别想到你能坚持一年 都说你是建筑设计方面的天才 会不会在我身上遭罪呢 此局吧 除非你解雇我 我不会属什么 没想的 你到底属什么 因为爱我吗 做了那种事情 你真的觉得有一天我会爱上你吗 我没有做你说的那件事 那是个误会 但是这次竞标失败 我觉得严秘书 你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这事也太慌了 这种人在同时 我们还不太脱了 对 陆总 我现在正式向公司提出此职 我能不能你说话吗 坐下 无论我们是否和华海集团合作 我认为 爷秘书和此次竞标结果都没有关系 至于他需不需要辞职 更不是本次会议需要讨论的事情 关于和华海集团后续合作的事情 我会及时通报大家 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 诸位辛苦了 陆总年轻有为 那我们这帮老家伙就正在张工了 严小安 陆云站能保你一次保了一辈子 你以为他在董事长的位置就好过吗 要是你 就不会死皮赖脸待在这里 你 你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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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人则在公司 根本不太突充当 对 陆总 我现在 正式向公司提出辞职 这 我能不到你说话吗 许总 在名义上 我还是陆云站的妻子 以后 还请您自助 朋友欺 不可欺嘛 可是我真的搞不懂 陆云站这个小子 到底何德何德 能让严密说你如此的痴心不敢 不过你放心 有我许位在 以后 一定不让你受委 委屈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有点平息 好 你确定没事吧 你没事 那我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你是谁啊 这是哪儿 嗯 这里是寒舍 刚才撞到你 不好意思啊 哦 我让一山替你检查过身体了 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 有点平血 应该是长期劳累 和精神过度紧张 所导致 野小安 陆总 陆云站 你是做火箭来的吗 你闭嘴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你都看见了呀 刚才他躺在这里 然后 我趴在他身上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我们就 走 住手 你怎么了 你这么关心你的严大秘书 可你知不知道你的严大秘书贫血 医生说他长期过度劳累 精神过度紧张 这难道 也是被你的过度关心 所导致的吗 我的员工 用不着你下操心 那这么看来 一年前 放在他门口的日记本 就是你妹妹言之前 一首自导自演的了 可是 我问我跟陆云站的婚姻如何 她毕竟是出了国 成全了婚姻 一个女人 想要完全得到一个男人 有很多办法 一个女人 想要报复自己 从小到大的竞争对手 和情敌 那更是会不择手段 你知道 你为什么可以吸引到我吗 因为在你身上 也有一股这样的勇气 我一定 会让你这样爱上我 去战神那个戒人吧 去战神那个戒人吧 好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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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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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